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我也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周苏儿周老师 欢迎您再一次收看我们国际企业管理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进的是第十八讲 有关于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议题 同样赵婉利在一开始的时候 为您准备一个案例来跟您说明今天的课程 今天准备的案例是 明基在马来西亚的员工管理 其实明基是原属于宏基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后来他自己独立出来叫BenQ 现在可能他也有生产 不过他这个总经理 现在又另外有一个友达企业了 不过我们回头看到在八零年代时候的明基 它是国内著名的电脑公司 也曾经是宏基下面的一个利润中心 那么他在国外的第一个子公司 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去设立这样的子公司 您问为什么明基要到海外去呢 他的理由很简单 第一个理由就是我要追随我的竞争对手去 我的头号竞争对手都到了马来西亚去设厂了 所以他前脚去我后脚就要跟着去 所以我是追随我的竞争对手去 因为我要占有这样子的一个曝光率 好 那你马上就问了 那为什么选槟城呢 除了你的任何趣之外呢 曾经在当时任总经理的李坤耀先生 就告诉我们了 当时曾经请他来演讲 他说呢 最主要到槟城是因为那边的基础建设很好 政府的行政效率又高 可是呢 就是他那边的理工科的人才 似乎欠缺了一点 不过呢 因为他政府的效率很高 所以马来西亚政府呢 会从东南亚其他的国家 再去延览一些 林科背景的人才输入到马来西亚 所以这方面的困难就可以克服了 好 接下来要请教李总经理的是 那么到了明基 到了马来西亚去 如何管理当地的员工呢 其实呢 无独有偶的李坤耀李总经理的一个回应是 要管好员工的第一要件 就是先管好他的胃 如果他没有吃得饱 也没有吃得好 他可能无精打采的 工作起来就不带劲了 同样的无独有耳的 我曾经呢 也拜访过圣华科技的总管理部门 我说那圣华曾经到印度去设厂 设一个子公司在那 那你如何管理这个印度的员工呢 他们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伙食管理要做好 所以明基在马来西亚的厂呢 是非常的周到 他考虑到当时的员工呢 有马来人有当地人 也有一些的东南亚的这个员工 还有台湾去的这个台籍的干部 所以他们在餐饮上呢 餐食上呢 有从台湾去的厨师 负责台菜的料理 那么考虑到东南亚地区 因为宗教的关系 有些是不吃猪肉的 有些又是不吃牛肉的 所以他说没关系 不吃猪肉的 我们有另外请一个厨师 专门呢 处理这个牛肉 用牛肉来料理 那么呢 吃蔬食的呢 可能佛教徒就吃蔬食了 我们另外有厨师 准备纯素的这个素食料理 所以如来呢 员工呢 吃得还挺开心的 可是吃完了之后呢 明基说呢 他们在他们的员工餐厅外面呢 又辟了一个足球场 很讶异 为什么要在餐厅的正门外面 就有足球场呢 原来马来西亚当地的人呢 跟我们这边的员工呢 可能不太一样 通常呢 我们吃饱中饭之后 大概希望休息会儿 可是呢 在马来西亚那边 他们呢 是非常的活泼的 他们吃完饭之后呢 想到外面去动一动 而在当地呢 最流行的就是足球了 所以他们就在餐厅外面呢 开辟了一个足球场 好让员工吃饱饭之后呢 能够筋骨活络一下 所以有足球场了 那么员工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呢 当然会有啊 那怎么来处理 那怎么来处理呢 其实说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在工厂的厂房 还有跟附近的一家 因为在当地 回教徒还挺多的 有一家的清真室 就是回教徒去 拜拜告诫的地方 朝拜告诫的地方 所以呢 公司呢 就备有这个整天后的 全天后的这个 巡回接驳bus 从厂房到清真室这样往来 日子久了之后呢 这个厂房啊 公司这边啊 干脆就在厂房里面盖电视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厂房里面 盖清真室 这似乎在台湾很少看到 在自己的工厂里面 或公司里面有一个 可以让教徒膜拜的地方 李坤耀李总经理就说 周老师这你就不了解了 他很俏皮的说 想看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是不是祷告是很重要 后来想想 对啊 不管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对不对 佛教也是拜拜 告诫 祷告 这都很重要 他继续说了 那你祷告的时候 都怎么祷告呢 你一定不会指责对方 对不对 祷告的时候 一定是想要自我反省 上帝呀 我虽然不好 可是对方怎么样 可是你还是会自己反省 他说呢 当你在告诫的时候呢 难免会自己做一些的反省 当你反省完之后 常在处理这个冲突的问题 似乎就比较顺手一些了 所以呢 与其有巴士接驳车 还不如呢 在我的厂方里面呢 自己盖一家清真室 让发生冲突的两方的员工呢 在还没有这个厂方 介入管理阶段 还没有介入之前呢 就先叫他们各自去祷告 祷告完之后呢 再来做协调 这个事件呢 就会比较容易处理了 这个就是明基 在马来西亚的员工管理 当然明基也有他的一个奖励制度 来配合一生当地的士气 以上就是为您准备的案例 明基在马来西亚员工管理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想一想 首先让我们来思考的是 那么明基在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管理形态 跟在台湾有什么差异呢 我们从个案里面看到 最大的差异在于 它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不同了 可能宗教的习惯不同 饮食习惯的不同 所以在管理上当然要不同 而一般的跨国公司呢 如果为员工着想的话 其实员工吃得饱 员工心情开心 受到激励 当然就会尽心尽力地做事了 所以在管理形态 也要因力而至于 好 第二个让我们来思考的是 那么海外的人力资源管理 包含哪些的垢面呢 我们说呢 一样是人力资源管理 对不对 也包含了选用预留 海外的人力资源管理 可能因为劳力市场的不同 劳工的来源 劳工的素质不同 劳工的流动性不同 以至于在管理的形态 跟管理的控制上会不同 有关于这些方面 海外人力资源管理的构面上的讨论 待会我们在课程的主要内容里面 再为您做更深入的说明 好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课程重点 在今天我们要跟您说明的是 国际人力资源的管理本质 以及比较国内跟国际人力资源 有何不同 接下来会来讨论 那么在国际人力资源的选用 如何的不一样 最后跟各位来探讨的是 住外人员的管理原则 首先为各位说明的就是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本质 刚刚说了 我们再回忆一下 比较国内人力资源管理 跟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有什么不同呢 在国内管员工 跟到海外去管外国的劳工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先讲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是说 他一样要考虑到 人力的提供 人力的训练跟发展 简单就是选用 预留 我如何选择员工 如何使用他 告诉他方法 如何培育他 如何让他接受训练跟发展 好 那么不同的呢 二者呢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其实因为他劳力的来源 劳力市场不同 一个在国内 一个在国外 所以造成国际之间的人力流动 也不同了 所以管理形态 跟管理的控制也不同 所以这些都是在 用跟预跟流之间的 不一样了 那么在整个的人力资源的 本质上 如何不同 他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首先我们来看 在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跟在本国人力资源管理 在本质上的第一个不同 是因为国际之间的 劳力市场不同 因为劳力市场不同 所以劳工在生产的 生产方式 以及作业流程上 就会产生出差异了 因为各个国家的 劳动力的数量 就是劳工的供给数 劳力的成本 以及劳力的素质 都有所不同 所以在不同地区的生产方式 也要因着劳工的素质 去做一些的改变 那么劳力素质的衡量 通常是以入学率 或者是成人试字率 为主要的指标 在试字率比较低的地方 您可想见 生产成本 劳工成本是比较低 可是它也表示出 在给员工指令的时候 是必须尽量用比较具体的指示表达 能够让员工能够清楚了解 所以企业在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以及员工的教育训练上 反而也相较要投入比较多的成本 那么这个就是国际劳力的不同了 那有关于劳力不同 所以就造成国际之间的什么 人力的流动性了 所以如何去善用资源 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 就是跨国公司必须面临的挑战了 当某一个市场 人力台值或者是量的供应上 出现相对短缺的情况 跨国公司就会能够 透过一些的人力的输入或输出 来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 那么为了要使国之间流动顺畅 其实还必须要有 当地政府的法令配合 比如台湾的工厂 如果要有外籍劳工的引进 还必须要经过政府的这个劳工的一个输入许可证 以及居留证等等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发现了 不同国家之间呢 其实呢 在政府的法令政策之间不同 产生出它的一个管理形态也呼吁 这管理形态呢 也不只是这个 还包含了不同劳工的 它的文化社会背景 这些的管理形态呼吁 就有关于 对于劳工的激励跟绩效考核之间 必须要做一些的不同的考量了 所以我们发现 有各国法律经济社会文化方面 所以呢 劳工的一个价值观看法不同 那么总公司跟子公司之间的协调控制 也要配合不同国家的劳工进行管理形态 一个调整 如果以激励而言 当然我们说金钱财务薪水 这是最基本能够激励员工的诱因 可是我们说这些只是所谓的保健因素 对不对 缺少了这个员工当然不满意 可是有了员工还不见得很满意 那表示说你还必须配合不同的什么 激励的方式当作诱因 例如在日本 为了要激励员工 那么因为日本是强调一个集体 就是团体的社会 所以利用团体的社交的方式 集体决策 反而是除了金钱以外 激励员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在于一些比较社会主义的国家 例如南斯拉夫 你要寄员工的金钱之外 你还必须告诉他说 你这样的工作 其实对我们国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爱国的表现 这对他会有激励 OK 好 那么对于东南亚的这些的国家 或者是对于回教徒 激励他 你还必须跟他说 你这样是什么 荣耀阿拉的表现 他就会受到激励 用宗教的这个启发 他觉得他受到激励了 好 除了刚刚提到的 劳力的不同 流动性的考量 管理形态的互议 接下来要跟您考虑的就是 管理的控制方式 其实也是因利置疑的 因为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间 相隔遥远 而且面临不同的社会文化的一个差异 所以海外的这个人力资源的主管 在外籍劳工的这个管理上 当然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再加上不同的国家 他有他自己的劳基法 劳动谈判法的规定 所以跨工公司在处理有关于劳工福利 以及劳工对厂方的要求等等问题上 真的不能不小心 OK 好 那么还有看到 其实在管理控制的过程 也会有一些的障碍 不管如何 这些的障碍 其实大多是来自于沟通的问题了 那为了要解决这些沟通的问题 所以从事海外人力资源管理的主管 应该设行如下几点的努力 第一个 沟通主要是来自于 不同文字语言的障碍 所以尝试去学当地的语言 或者是教当地的劳工 我们本国的语言 另外可以说的是语言不通 可是我们用图像来沟通 我们就有图像 比如说员工他可能 这个语言没办法讲国语 可是游戏规则他总知道吧 我们用举牌警告的方式 来告诉员工整个的生产标准作业流程 或者是我们运用当地员工熟悉的竞赛规则了 刚刚说到了举牌警告 来教导员工 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使得如何的学习 甚至要彼此适应彼此的生活 积极的打入彼此之间的一个群体当中 消极的划分彼此的界限 让员工能够从被动而转 在这里要特别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有关于工会 在很多的国家 工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工会的角色又因着不同的国家 而有一些的差异 比如在欧洲 工会跟工党是结合的 所以工会对于社会的福利 劳工法的规定 它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它是跟工党互相结合立场一致的 相对的在美国 因为美国法对人民的基本人权 已经是非常的保护了 所以在美国的工会 它的主要的重点在争取 劳工个人的福利跟利益 那么我们再反看亚洲的日本 亚洲的日本 我们发现工会跟企业 其实是非常关系很好的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所以劳工大多能够体会管理阶层 双方互信互利 反观在一些比较低下的国家 因为当地的政府 想要吸引跨国公司 到他们国家去设厂生产 所以工会是相对于生意比较小的 是比较顺服的 因为还要看政府的脸色 以上就是跟各位提到了 在国际人力资源上 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我们发现这些的不同 是反映在它的生产方式的不同 作业流程的不同 以及它善用资源上的 一个不同的运用方式 还有等等 我们再反过来说 我们说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选用预留 刚刚比较多的是讨论到 用预留的这些的探讨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么在国际人力资源的 选用形态又有哪些的差异呢 好 所以接下来 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国际人力资源的选用形态 第一个要说明的就是 以母国中心的人力选用了 您还记得在之前曾经提到 母国中心主义 也就是用母国母公司的人 外派到海外子公司 负责海外公司的主管职务 举例来说 现在有跨国的台湾的公司 要到美国公司去设子公司 如果台湾公司是以母国中心为主的话 他就是以台籍干部 到美国子公司去担任主管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一跨国公司认为 地主国当地一定是缺乏合适的人才 甚至是没有我所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才 并且地主国的人民 对我们的文化缺乏了解 当然也没有认同 所以在接下来 如果我想要把我的特殊优势 移转到海外去的话 那我当然要用我自己的国籍的成员了 如此我才能够顺利移转我的竞争优势 这样一个心态跟人力选用 有什么样优点 有什么样缺点呢 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刚刚我们提到了 是以母国中心为主的人才选用 我到海外的主管 全部都由我母国母公司 由我母国国籍的国民来担任 这样子的一个选用 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接下来看 这样的优点是 当然它可以克服 缺乏高素质人才的疑虑 第二个呢 母国母公司呢 当然呢 控制比较大 而且呢 母公司对于他所外派出去的 驻外人员能力 以及专业知识比较了解 而这个人员 对母国母公司的 作业要求 以及期望 也会比较熟悉 双方又有共同的语言 以及人事的准则 容易沟通 而且能够维持 跟母国一致的形象 可是呢 这一类的选用形态 它必须面临如下的缺点 第一 它容易遭到子公司内 其他地主员工的 非议跟不满 好像是空降部队 导致于士气低落 效率低 如果再加上 这一位驻外的主管呢 它有所谓的文化禁事证 什么叫做文化禁事证呢 就是说 所有的看到海外的 这些的习惯价值观 都觉得怎样 没有我们母国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禁事证了 它忽略了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文化 是有差异的 这反而就会引起 不必要一个非议跟争议了 再加上驻外经理的薪资比较高 无异于对母国母公司 是一个成本的负担跟增加 所以基于这些的缺点的考量呢 有一些的公司 它采用的就不是母国中心主义 它采取的是另外一个极端 叫做多国中心主义的人才选用形态 我们看一下文字上的说明 什么是多国中心呢 它相反的 它说呢 我如果要到海外去呢 我就干脆怎样 以罗马人来治罗马人好了 也就是以子公司 所在的地主国的国民 来负责当地的管理业务 那么母国总部呢 那就有母国国籍 那海外呢 就有地主国了 也就是台湾的跨国公司 如果到美国去 如果是采多国中心 那就是用哪一个国籍的人民 来担任主管呢 对了 就是用美国国籍的人来担任主管了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它有它的优点 当然地主国的国民 对他们本国的消费文化风俗 而且对当地的员工的想法 员工的行为 以及当地的一些的主管机关 比较容易沟通 确实有助于跨国公司 在当地的业务的推展了 而且跨国公司呢 如果是支付住外人员 成本比较高 如果改用当地地主国国民 为主管的话 还可以节省一些的成本 比如它的居家安家费 或者是交通往返的费用 并且呢 以地主国的国民来担任主管 可以符合地主国政府 要培育高级人才的期望 也有助于这个公司 因为它的主管是当地的人 所以呢 它可以以它自己的形象 建立起好像它是 地方公司的一个 地主国形象的色彩 OK 好 可是这一类的人才选用 还是会面临一些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 地主国人民 如果对母公司的一些的规则 或者是政策或经营理念 不甚了解的时候呢 可能呢 就不太容易沟通了 如果再加上语言不同 价值观互益 那么在当地的一个 以地主国国民为主管的 这个管理阶层 可能对公司总部的忠诚度 就可能值得怀疑 而导致于母国母公司的 所有人会受到阻碍 再加上呢 地主国其实不太容易找到 符合有资格 而且有经验的人才 所以呢 相对起来呢 这个培训的成本也是很可观 久而久也很可爱的 子公司就失控了 而造成了母国总部管理的 一个空洞化了 那怎么办呢 在母国中心主义 跟多国中心主义之间 是不是有折衷呢 有的 这个折衷我们就称它是 全球中心主义的人才选用形态 所谓的全球中心主义呢 它指的是 我选择最合适的人 台湾的子公司到美国去 我不见得选台湾人 我也不见得选美国人 我可以选谁 加拿大人呢 香港人或新加坡人呢 哪里有合适的人才 我就请他来担任 海外子公司主管的任务 也就是说以人力为主要的考量 而不是他的国籍 以这一类的人才选用 他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个 非常有弹性 而且呢 他形成人力国际化的 一个网络关系 可是他的缺点呢 最主要是来自地主国政府呢 可能会有一些的法令限制 刚刚说了 地主国不是有人才培育吗 这个子公司的这个主管 是用当地的人吗 如果你不用的话呢 可能呢 我在你的这个许可证 这个人才进出许可证 或居留证上 我就给你重重的关卡 或者是拖延你时间 这样住外人员 我一样要付给他一些的薪资 所以呢 也可能造成我的成本负担 以及地主国的这个国民的不满 最后要跟您介绍的是 那如果公司有外派的人员 那就要面临一个住外人员的管理了 所以住外人员的管理 其实呢 就住外人员来讲 他自己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所谓住外人员就是服务在 服务在海外子公司的本国国民 他面临的挑战呢 来自于地主国 也来自于母国 他必须遵守地主国的法令 而且呢 他很可能遭受到地主国政府的抗拒 跟祖务跟祖务 再加上他必须致力很好的驻外网络关系 而且呢 因为驻外承拨 母国公司可能对他期待也会有一些的要求 这是他驻外的这个管理 面对的地主国的压力 当然他面对母国方面也有母国的压力 在母国呢 母国也有法令的要求 不只是地主国有要求 母国也有法令的要求 你要遵守 而且呢 刚刚说到 母国母公司对你也有一些的业绩的压力跟期待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驻外呢 有成功也有失败的 有学者就把它整理出来 发现驻外失败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提供您做参考 第一个是驻外人员的适应不良 那他可能对于国外文化的不了解等等 还有他面临的压力让他承受不住 第二个呢 主要是眷属跟家庭的问题 如果他是在外因为想家 或者是全家都去 不是他的问题 是他家属眷属的问题 因为语言不通 社交环境受限 所以呢 导致于家庭的问题 而使得驻外失败 所以驻外人员管理是非常重要 来请驻外人员的管理呢 第一个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人 这个合适的人呢 他除了要好的语言之外 他必须有自我导向 而且呢 有自得其乐 他有好的人际导向 他能够有接纳的能力 第二个呢 要安排驻外的训练 包含文化训练 语言训练 还有食物的模拟训练 甚至于还必须给他安排 在回派的时候 还有回派训练跟发展 他回派指的是 他任期满了要回来了 那么因为他的职务变动 或者是家庭的考量 所以必须有一些的训练 让他适应一些的环境 不止他个人 以及他的家庭 有一些的适应 一些都是住外的 一些的人员管理的重点 好 在今天主要的议题 是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到此告一个段落 也是我们整个课程 最后结束的时候了 谢谢收看 也祝您平安快乐 日益精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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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